白國和西班牙的山火仍在試藥 而在高溫的襲擊之下 英國獲得有史以來最高氣溫 兩超名 在英國首都倫敦以北的盧頓機場 工作人員正在修正高熱而融化的跑道 盧頓機場更因此暫停運作 英國今天迎來有史以來首度攝氏40度的超高溫 在白金漢宮 工作人員為首位提供飲用水以免他們中暑 而為免高熱令路軌變形引發意外 包括倫敦地鐵在內全國火車行駛時都減慢車速 大量班次被取消 鐵路當局甚至要求乘客若非必要不要乘火車 法國部分地區氣溫更高達攝氏47度 這名女子在鋼鐵廠工作 他說廠內氣溫高達60度 不少人病了 有很多麻煩 而在波爾多及鄰國西班牙 自12天開始焚燒的山火仍然持續 而分別燒毀兩國各1萬4千和3萬公頃淋地 而時山火已蔓延至歐洲南部地中海沿岸各國 由摩洛哥到克里特都有山火在使藥